未在花莲受封箱的玉山神学院 受到4月3号地震影响 造成院内路面出现裂痕 几栋宿舍也都出现墙面均裂 甚至水管破裂 磁砖隆起等情形 县议员魏嘉贤受到台积电池山基金会之托 前往勘察灾损 以便日后进行修缮 未在受封箱的玉山神学院 受0403地震影响 造成院内路面出现裂痕 几栋宿舍也都出现了墙面均裂 甚至于是水管破裂 磁砖隆起等情形 我们知道这个大的地震 已经很明显的造成了 我们的建筑物当中有不少的 已经有轨裂 还有墙壁也有轨裂 还有有些建筑物也下陷等等的问题 那这些都有些都不是我们能力 所能够修复起来的 我真是期待就是说 在我们能力之外的这个部分 也能够有人能够来协助我们 先云魏嘉贤受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的委托 前往勘察灾损 以便日后协助进行修缮 今天也接受到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的一个委托 特别来看玉山神学院 那今天也谢谢院长 那带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次地震所遭受到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也把相关的一个状况 那第一时间来回报给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 能够来协助我们玉山神学院这个地方 那他曾经帮助过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个乡亲 那也帮助过非常多的朋友们 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永远是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宝 那也谢谢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那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花莲 那每逢灾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到花莲来关心 那我们会全力地来协助所有乡亲 在飞红黄丹的情况 来做相关的复原跟重建家园 魏家贤表示 会在第一时间回报给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希望不久之后 玉山神学院有机会可以赶快展开修善工作 借旅会社风相报道